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 见活物的脸庞 各有一轮在地上 轮的形状和颜色 好像水仓域 四轮都是一个样式 形状和做法 好像轮中套轮 轮行走的时候 向四方都能直行 并不调转 至于轮网 高而可畏 四个轮网周围 满有眼睛 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 活物的原文就是生物 而在这边讲的其实就是基禄伯 因为在第十章的时候 以西节就指出 他所说的活物就是基禄伯 就是天使 以西节说 他看见活物的脸庞 各有一个轮子在地上 那代表这个轮子是蛮大的 轮的形状和颜色 好像水仓域 四个轮子都是一个样式 形状和做法 好像轮中套轮 轮行走的时候 向四方都能直行 并不调转 至于轮网 轮网就是轮圈 高而可畏 四个轮网周围 满有眼睛 以西节他看见的异象 他是尽量去描述 但是超出我们人类的语言 可以形容的 所以都常常讲 好像 或是什么样的样式 什么样的形状 都是尽量描述 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 在这四个基禄伯 他说在每一个基禄伯的脸 旁边都有轮子 又高又可畏 然后四个活物 他们跟着轮子 在那边行走 然后也都是直来直往 不用转弯 代表通行无阻 没有人可以拦阻他们 然后他讲到说 轮网就是轮圈 整个轮圈周围 遍满了眼睛 代表神的眼目 骗查全地 因此让我们看见 不仅是直来直往 代表上帝的旨意 没有人可以拦阻 也代表上帝的眼目 骗查全地 上帝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 掌权作王 上帝也在以西节 他们被掳的 加巴鲁河边 掌权作王 活物行走 轮也在旁边行走 活物从地上升 轮也都上升 灵往哪里去 活物就往那里去 活物上升 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 因为活物的灵 在轮中 那些行走 这些也行走 那些站住 这些也站住 那些从地上升 轮也在旁边上升 因为活物的灵 在轮中 活物的头椅上 有穷仓的形象 看着像可谓的水晶 铺张在活物的头椅上 穷仓以下 活物的翅膀直张 彼此相对 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 活物行走的时候 我听见翅膀的响声 像大水的声音 像全能者的声音 也像军队碰嚷的声音 活物站住的时候 便将翅膀垂下 二十一节讲到的这些 那些啊 其实原文都是他们 因此是说 活物怎么动 轮子就怎么动 十九二十节的记载 和二十一节的记载 让我们感觉相反 前面是说 这个灵往哪里去 活物就跟着去 可是二十一节讲到 是活物怎么去 那轮子就怎么去 而那个灵又在 这个四活物的灵 又在轮子当中 因此我想 以希节真的已经 也是尽量描述了 没有办法描述的很清楚 只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活物跟那个轮子 的行走是一致的 活物跟他的灵之间 他们的行动也是一致的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四活物之上 有更伟大的意象 被以希节看见 二十二节 活物的头上 有穷仓的形象 穷仓指的就是一种 拱形的一个空间 很像一个锅盖这样子 代表天空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 讲到说有空气 将水跟水分开 那个空气指的就是这个穷仓 因此有天空之下的水 跟天空之上的水 这是创世纪所描述的 天空的功能 活物的头上 有穷仓的形象 看着像可谓的水晶 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 而在穷仓以下 有活物的翅膀直直的张开 彼此相对 每个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 这我们在第一章的上半段 已经描述过了 活物行走的时候 我听见翅膀的声响 像大水的声音 像全能者的声音 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 活物站住的时候 便将翅膀垂下 这边让我们看见 活物在行走的时候 他的翅膀的 碰撞的声音 很像大水的声音 很像全能者的声音 很像军队雄壮威武的声音 但是当活物站住的时候 就把翅膀垂下 在他们头以上的穷仓之上 有声音 他们站住的时候 便将翅膀垂下 在他们头以上的穷仓之上 有宝座的形象 仿佛蓝宝石 在宝座形象以上 有仿佛人的形状 我见从他腰椅上 有仿佛光耀的金睛 周围都有火的形状 又见从他腰椅下 有仿佛火的形状 周围也有光辉 下雨的日子 云中红的形状怎样 周围光辉的形状 也是怎样 这就是耶和华药荣耀的形象 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 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蓝宝石代表天空的颜色 代表是上帝的宝座 乃是在天上 在《明书记》第四章里面讲到 会幕里面这些神圣的器皿 在搬运的时候都要盖上蓝色的坛子 因为蓝色就代表天空 代表上帝的宝座在那里 在宝座形象以上 有仿佛人的形状 那这就是在讲宝座上 这就是上帝自己 在这个四活物 他就是基禄伯 他们翅膀相接 在翅膀以上就有宝座 这让我们想起这个约柜 约柜也是一样 约柜的上面雕刻着两个 张开翅膀翅膀相对的这个基禄伯 而以色列人他们知道 在这个翅膀以上 就仿佛是上帝的宝座 设立在那里 上帝在二基禄膀以上 向摩西说话 因此跟这边的记载 就非常的类似 二十七节 我看见从他的腰以上 有仿佛光耀的金睛 金睛原文都是眼睛 代表说从他的腰以上 腰他的原文是双数 那腰怎么会双数呢 腰应该是单数 所以代表是他的双臀 也就是说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 他的臀部以上 仿佛是光耀的金睛 金睛我们讲过是眼睛 很像是眼睛一扎一扎 闪闪发亮的那种金属的光芒 而且呢 这位上帝的形象 他周围都有火的形状 火就是常代表是审判 因此这边是上帝审判的宝座 因此在接下来第二章就要开始讲 他对耶路撒冷的审判信息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又见从他的腰 其实就是他的双臀以下 有仿佛火的形状 周围也有光辉 下雨的日子 云中的彩虹的形状怎样 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 类似这样的描述 后来在约翰的启示录里面 也有这样类似的描述 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我就是以希节 一看见就俯伏在地 在地的这个西伯瓦原文是 在我的脸上 俯伏在我脸上 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脸趴在地上 俯伏敬拜 敬畏神不敢观看 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那这位说话的声音 就是上帝 在第二章 他开始要向以希节说话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 原来似活物的异象 已经让以希节觉得大而可畏了 但是更大而可畏了 是在似活物 他们张开的翅膀以上 有上帝宝座的形象 而在上帝的宝座形象的上面 坐着 就是上帝自己荣耀光辉的形象 带着火 代表他的威严的审判的宝座 显现给以希节看 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件事情 以希节跟这些百姓 他们是属于在主前597年 第二次被巴比伦人 俘虏到巴比伦的名单里面 这次还包含那位苦命的国王 约亚金王 他一起被俘虏过来 在这些很羞耻 没有力量的俘虏当中 上帝让这一位失业的祭司 他看见了上帝的宝座的形象 原本要看见的话 也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才能够看见的异象 如今却是在贝鲁的加巴鲁河边 看见上帝荣耀有能力的异象 第二个让我们来思想 上帝彰显这个异象 是要告诉以西捷 他的审判不会停止 因为你们会被掳 你们是属于第二次被掳 就是因为你们得罪神 你们不断的犯罪 如果你们再不悔改 那我的审判会更严厉 让你们第三次被掳的时候 是整个国家的灭亡 因此呢 不要以为我们 现在已经被神管教了 这样就算了 神管教我们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悔改 所以管教不是目的 管教是手段 让我们悔改才是目的 因此不要认为 啊神已经管教过我了 我就继续犯罪吧 不 管教你我是为了让我们悔改 不然神更严厉的管教 也会领到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啊让我们世世代代 都存着敬畏你的心 我们平顺的时候要敬畏你 但我们被你责备 管教的时候更要敬畏你 更要快快的远离一切的罪恶 主因为我们不可以 轻慢你的公义跟圣洁 以西节在迦巴鲁河边 看见上帝审判的宝座 主啊代表 我们面对管教 最好的回应就是悔改 才能够让管教离开我们 而让神复兴我们的生命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靠主 再次的站立起来 求神让我们心里明白过来 以靠主再次得胜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业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 100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业的影片 以及一百首动听的天运诗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为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 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